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请陈颖哥特别回到我们节目 在针对美国股市以及台北股市 近期针对美国总统大选来做一个系统性的梳理 所以这时间线越来越近 不确定性其实越来越高 就算川普真的很顺利 或者说终于突破了各式各样的门槛当选了 或者说他败选了 那到时候这个整个交接的一个过程 会不会反映到整体的股市 其实也是我们值得探讨的一项 所以今天我们请陈颖哥 陈颖哥其实不只是财经上的专家 政经上也是一个专家对不对 对就在讲之前我们要摸一下这一只金牛 那帮我们带来点好运气好不好 这是死多头的意思吗 已经暗示了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从几个点来看 第一个现在美股的投资人 手上持股的现股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大概在60到65%左右 好但是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如果你问他是偏多偏空 他们整体来讲是偏空的 为什么 这是一个很妙的 就是我手上股票部位高 但是我偏空 所以呢 我现在担心的是说 美国总统大选过后 其实不论谁选上 因为这里有三个日期我们要注意 一个是11月3号投票对不对 一个是12月14号是选举人团投票 他们还有一个选举人团 再来是1月20号宣布谁当选 好我认为啊 就是拜登选上 就是大幅领先选上的可能性不高 所以比较有可能的是 拜登跟川普之间呈现一个胶着的状态 甚至最后川普团队提出质疑 要求送这个联邦大法官 要求他们去做裁决 那如果他不承认拜选 对美国股市的一个伤害性很大 那如果按照过去的话 曾经在那个高尔跟布希的时候 当时美股就在那一个月跌12% 好所以我觉得 川普大幅领先选上的可能性不高 拜登大幅领先选上的可能性也不高 当然最后谁当选 因为我自己觉得 可能最后这样搞来搞去还是川普 但是因为确实民调 川普啊 对 但是确实民调 拜登选上的可能性比较高 对不对 我们从六大摇摆之后 都是拜登领先 那所以我为什么 我偏向的是川普摆烂 就在那边撒野 这不是肯德基 这不是肯德基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要找大法官出来 戳一下 那美股 但照上次跌12% 好那你就说 那这一次会不会跌 因为目前美股的位阶是高的 如果我们去看这个 所谓的美股的巴菲特指标 就是市值除以GDP 现在是184 嗯 不过 很高耶 这个从这样的基起 我要跟 这个陈寅哥问一件事情 你从巴菲特指标来看的话 美股的基起 本来就一直在创历史新高啊 对没错没错没错 2000年你说要高那有多高 还不是没有比现在高 所以如果我们从泡沫的一个程度啊 来做一些观察的话 我们怎么敢保证说现在的股市一定是高基期呢 钱洒了都是真的钱啊 real money啊 对 那他不就会提升我们的一个股市的一个状态吗 对 所以我刚才呢 我的重点就是说 假设现在股市在低基期 对不对 好 那投资人也没什么好怕的 因为再跌也就这么多 但是我刚才讲到 投资人手上股票的比例高 但是他觉得会跌 所以一旦 这个我们讲的不震荡因素出现的时候 投资人那个害怕的心理 是不是会导致他赶快去抛售手上的股票 是 那加上现在基期低 这个修正的幅度空间会比较大 我懂意思 你懂我意思吗 意思是说 现在目前我虽然持股很多 但是我的避险部位也纯纯欲动 我虽然还是稍微看多的 但是我要为了以防啊 未来的不确定性其实很高啊 其实市场啊 相较可能从美元指数啊 或者从一些避险情绪来看的话 投资人已经有一点相较不较保守 以防转空的可能 也就是说 也就假设我今天 我的心态很稳定 外面有什么风吹草动 我其实都不会担心 但是如果我今天 其实 有很大的不安全感 只要外面 有一点点声音 我衣服拿了 赶快从床上跳起来 就往阳台跳了 这不是在形容 但是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他自己有点心虚的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说 有点半信半疑 对所以我才说 如果11月真的 我刚才讲那个情形 对美股的修正比较大 但是我要讲 不论谁当选 按照过去的统计数字也好 按照目前美股经济 复苏的状态来也好 其实明年美股还是要涨 多头不灭 有修正反而是一个买点 对 所以对应到我们自己台股该怎么办 我把它拆成 11月3号之前 跟11月3号之后 好 11月3号之前 我先不管你自己手上的台股的部位怎么样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工具 是 因为也不要太复杂 因为你比如说 有的人想要什么选择权什么 我们还得去解释 什么叫code pool 好累 好 你就做一个东西 叫富邦的VIX 嗯 为什么 大家如果注意去看 最近这个富邦VIX的交易量很低 是 没有人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所以很奇怪 台股没什么人在做币嫌 不是这个还是避美国的嘛 对就是你的意思说 台湾这边大家没有想要去为了美股做币嫌 没什么太多的风险意识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知道之前买富邦原油政二啊 然后要下次被大家骂到说 你们买这些买ETF的人是笨蛋是白痴吗 这啥子吗 期货型ETF 对 比较这个恐惧一点点 就是所以现在好像我去下单富邦VIX 对 会被人家笑的那种感觉 对 就算买了也不跟人家讲 也不敢讲 那干脆就不要买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以现在市场的氛围来看 看起来是不用避险 但是哪有人风险发生才在避 其实我觉得现在散户特别有趣 尤其是台股 是现货仍然是做多的 但是期货已经有点翻空了 对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市场就连散户 自己都有一点自相矛盾 以前我们很喜欢 从散户的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同时现货期货都是多单 那行情可能马上就要反转了 可是现在连散户自己 都有点自相矛盾 其实就代表的 整个市场就是半信半疑的 对 没错 所以我才说 我们在风险还没有发生之前 我们用富方VIX买一些些来避险 这我觉得是为了呼应 11月3号可能的不确定性 不过我要问陈寅哥一件事情 如果我现在手上没有限股的部位 我也要买富方VIX做避险吗 好 有限股的部位 我们叫做避险 没有限股的部分叫投机 对 只是形态不同而已 但我觉得我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我们买了11月3号以后 不管发生什么事 小赚小跑 大赚大跑 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为了去压一个波段 然后美股可能会跌得很惨 然后从此就不见天日转空 我不是这个概念 我只是在11月3号 我看11月4号5号 股市有震荡我有获利我就走了 这是一个很简单 而且很单纯的策略 一定要走 一定要走 这有点像抢银行 这有抢到要跑 没抢到要跑更快 不要讲抢银行 抢比特币 抢比特币 OK 所以从有限货的角度 其实陈寅哥这边就给各位一个很解释 一个很清楚的全面性的解释 你买富方VIX 你手上有限货 最好股市还是多头 对 没错 以防你有意外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股市最后呈现多头 马上富方VIX把它给平掉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操作方式 但是如果从11月3号的格局来看的话 其实不管怎么说 有修正其实长期角度 就是一个好的买点 因为2021年的展望相较还是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 这个我要问一下 陈寅哥一件事情 有许多方朋友在我们的频道底下留言 问因为拜登毕竟从民调上来看的话 可能当选几率比较高 当然陈寅哥很明显有自己的支持的对象 我就是投川普 但是如果拜登当选 我们都很清楚 川普基本上一定是有利于股市的 如果拜登当选我请你喝咖啡 真的 你不要请我喝咖啡 朋友只要在底下留言 陈寅哥都请你喝咖啡 加一加一加一 我要问的问题是 如果拜登当选 总统左派总统大选之后 如果进入的一个税收上的一个改革 以及客气的富人税 以及资本利的税 很明显一定会提高 那这对于股市会不会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修正 这个修正会影响到明年的多头吗 就是说拜登当选的修正是不是一个布局点 大部分的华尔街分析师认为拜登选上 就是你刚才这个庭浩讲的就是 课税啊这些啊 确实会给他带来一个修正 但是呢 这是短空 我一定要讲这是短空 因为长多是什么 实际上 实际上民主党 他是会去加大他的政府支出的 所以当他加大政府支出以后 所带来的民间资本支出的增加 还有消费的增加 反而可以推升企业的获利 不要以为民主党上任之后就不举债了 他一样要举债 而且可能举债的情况会比共和党更夸张 按照过去民主党的习惯 那所以如果是这样对企业更好 那对企业更好 那减税的利空抵消了 所以反而长期来看由消费 跟政府支出所带动的经济成长 可能会比共和党来的更猛烈 那这个时候对股市而言 它就是一个好处 所以会呈现的情况 应该是几点以后 大家想一想没有那么差嘛 对不对 而且Do you abreast 他真的蛮常说说话的 你要很认真的做你的胸部 那做完以后 他应该讲底部才对 然后就涨涨涨就涨上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如果照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如果真的拜登选上 或是说川普在边缘的话 我觉得跌越胸 我们更要买进的勇气 应该要更高 尤其一些股市上涨到这样的高级期 其实有不少投资者进行了逢高的 获利的一个调节 对 现在手上有一堆现金 那大家就在等 等什么时候来一个短空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长度上的一个衍生 不过我们持续的来做观察 刚才我们虽然从一个 国际行情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台股今年的表现虽然不错 创了历史先高 但是外资到今年 还是卖了台股7000亿 我们刚才做的是一个国际宏观面 尤其是针对美股 是一个明显的 未来可能有一个 短空长多的一个趋势 台股在外资 没有回补的意愿底下 也可以进行一个长多的格局吗 台股明年第一季到第二季 陈英格的展望 你觉得如何 廷浩刚才讲到一个很 很关键的数字 就是难怪他当主持 这个很棒 就是说 其实我们主持人是猜拳的 有时候陈英格也会烦我 我说真的 因为外资到今年为止 你刚才讲到 那个卖超7000亿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人想不透 就台股很好啊 毕竟 而且台币还升值 我们的出口一直在成长 对啊 拜托现在你要买iPhone 外资都没买 iPhone12在那边抢不到 还有黄牛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不买 我觉得一个最主要原因 真的是疫情的关系 美国总统大选的关系 好那我问你 是 他都已经卖7000亿了 跨台股跨他衰 你觉得他明年会不会回补 我们就赌这件事情就好 实际上你说 好如果我卖7000亿 是 然后再卖 卖到8000亿 9000亿 他全部把它卖光光 算了 你就有可能 我懂意思了 他都卖了7000亿 台股都有13000 那他把稍微回补了1000 2000亿 台股还不飞上天 这个好像说 你体质各方面 表现都不错 但是其实是我个人的问题 所以我决定跟你分手 没想到分手以后 我更好了 我更坚强 你更帅了 然后钱赚更多了 重点是存款数字节节攀高 对跟我手机号码一样长 那这个时候我心里面不开心了 是 所以我回来要求 我们可不可以这个和好 诶 我觉得现在外资的态度是这样 你看10月初的时候 外资第一周不是就 买个五六天吗 外资就是渣男啊 他不过就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 okokok 是 大渣男 讲英文的渣男 很有钱的渣男 对很有钱的渣男 然后你看他 他买五六百亿 台股就上来了 所以如果外资回来 随便回补个 有钱的渣男 说真的 他用钱砸我的脸 我还是会讲蛮爽的 所以如果他回补个 五百 一千 两千 你看比如说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我们的动作是什么 其实投信之后会买什么 我觉得这已经 不是我care 因为他买的那么高 他开始又要做账 又要接账 那一支啊 从八千五百一点 一路拉到现在 也拉够力了 也够了啦 总要有人接 所以我觉得现在 他的心态就是 能赚多少就赚多少 我要赶快下车了 我已经吃饱 那会要给谁 那当然现在 要倒给谁 外资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这个是 整理到上 上礼拜五的资料 所以 我觉得说 今天我们等一下 可以再看一下盘中 那因为 上个礼拜五来看 我们发现外资 开始买的是什么 比如说一些 跟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一波整个半导体 带动上来 跟金元相关的股票 还有一些外资 本来就在买的股票 开始有一些回龙了 比如说像你看 环球金啊 国具啊 包括台达电 甚至易光 其实这几个 如果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我跟各位讲 它跟整个台积电的资本支出的增加 半导体产业的增加 对还有这个 这个苹果销售的增加 都有一些关系 所以 回到 如果回到今天的一个 盘面上的表现来看的时候 其实今天早上 你知道我 你知道我最开心什么 我的红海终于解套了 你知道吗 好久没有那种 那个 好久不见 老朋友回来的这种感觉 有没有 然后 红海 今天大涨 3% 很猛 然后大力光破了3000以后 今天 涨回 又大幅度上涨回来 然后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 今天的一个盘面 真的有那种 外资回补的那种温度 是 包括 其实外资回补就看 你看全资股有没有涨 有涨的那些外资回补 对 你看台积电已经不准了 因为台积电 其实你说今年它还是很 好 很落差的红海 是 更看税的大力光 然后 包括我们看到 苹果概念股 也真的有回来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在 11月3号总统大选之前 这两个礼拜 我叫 外资认错 回补关键期 我们其实从图表上 其实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8523一路以来 其实都是投信 下面这一行 投信来进行大幅的买超来撑盘 其实外资一买一卖 你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但是陈寅哥我想询问一下 这种外资的一个回补行情 我们预设的一个出发点 或者它的一个攻击点 是在什么时间点比较适合 基本上我觉得 从现在一直到 我跟各位讲 它的回补期 大概从现在会一直落到 11月底左右 为什么呢 因为总统大选之前 他会慢慢的去做一些回补 好 选后情势是明朗了 对不对 可是不管美国的总统 美国总统谁当选 影响的产业是谁 台湾的产业方向是明确的 所以这个不会影响 他回补的标的 好 那他就会继续回补了 对不对 但是真正的发动的攻击点 我要跟各位讲很抱歉 都不是在今年 蛤 为什么 放假前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放假前 想放假的时候要干嘛 没错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选完这件事 底定了 好都没事了 接下来要放假了 感恩节假期 对对对 圣诞节长假 谁管你台股 说真的 那时候经理人都放假 今年闷了一整年 就算不能出国 再怎么样 美国也很大 要去哪里还是可以 好 这个时候要不要好好的修个价 按照过去的往例的经验 进入12月 外资在台股停留 以及操作的这个金额 都是持续的下降 一直到隔年的1月 所以为什么我们 我突然想到 今年的1月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而且所以为什么 我们也有圆月回补行情 是外资的回补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况 来看的话 那又是华人新年作战行情 对不对 对所以外资真正回来 会什么时候 元月份 我就跟大家讲 就是元月份 所以真正台股的大行情 会从元月份开始 那但是元月份之前 你一定会觉得 我跟廷浩我们两个 在那边打迪赛 什么外资回补 没有啊 是有补啦 行情也没有起来 我也没有说补 我是陈彦哥说的 我本来是说 我本来是说 因为陈彦哥还欠大家一堆咖啡 对 那重点就是说 年底之前 他先补 先补 你看不到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行情的发生 是 但是补完以后 我前面的东西都补完了 我后面要开始发动 这边我还要补一个 网友问我的问题 他说如果请陈彦哥来的话 一定要请陈彦哥 稍微做一些 传道授约解惑 做一些解析 是目前台币升值的格局 外资在没有回补的一个情况底下 台币的升值格局 已经创了9年的先高了 那我们可以预设得到 未来如果外资回补 这个升值格局 似乎不会 会持续 但是我们从美元指数来看 它又不是一个很标准的 直线向下拖的一个贬值行情 其实从10月份开启 美元就开始进行一个 横向的一个 震荡的一个格局 我们要怎么用一个 货币的一个角度 升贬值的角度 来衡量台股 以及美股本身的一个关系呢 好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其实第一个美元 我觉得它不会再大幅度走落 但是维持横盘整理的时间 会拉长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是因为我们在追踪 所谓的这个高值利率 高收益债券的值利率 跟10年期公债值利率这间的差距 其实一直在减少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表示美元还没有发动它的币限 但是呢 对台 对这个 这个 台湾来讲 我们的出口一直在增加 这个其实是对台币是有利的 金长账的增加是有利于台币的生殖 没有错 我们出口赚了这么多钱 那要把那么多美元给换回台币嘛 对不对 最白话讲就是我收了美金 我一定要换台币 那收的越多换的越多 收的越多换的越多 台币就走强 那一般来讲 这样子的走强 大概就只有到1月 就差不多结束了 按照过去往年的经验 所以我要换美元 差不多就换到1月 对 可是我讲这是过去的经验 今年比较特别是外资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参与台股的大行情 所以变成如果在1月元月以后 因为以前外资早在6月7月前就进来了 所以那时候进来就把台币给推升值了 然后刚好搭上电子忘记 然后所以台币会一直升到 升值升到大概1月 可是这一波不一样的地方是 外资在台币升值的这一波过程当中 他一直在卖台股 所以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反而是在明年1月的话 变成1月台股 台币又会再延续一波外资回补的升值 所以我们央行总裁杨金龙都讲了 他说这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 他自己也这样讲 就28会是一个常态 会维持一段时间 他为什么会这样讲 其实他没有去解释 我们刚才讲的这背后的一个因素 但是我帮他做一个解释 你是他的发言人 这个就是翻译 我就说其实是因为 后面加上外资回补这个过程的话 那可能台币强势 可能要维持到3月 可是杨金龙也说 你看台币升值幅度这么大 那个房地产也有点太热一点了 房价有点炒太高了 对不对 我们要怎么从一个台币升值的格局 刚才陈英哥其实针对外资的回补 从贫盖国的角度 做了一些建议提醒大家 但是如果从台北的升值格局 大量的包括原物料概念国 包括资产类国 是不是在第四季也有一个行情 可以做预测 当然 其实这个部分没有问题 就包括营件 但是 因为其实 我有看廷浩的节目 我也是他忠实的粉丝 所以他今天只要我来上节目 我感动 你都不想说今天可以来看一下 我的偶像 我们两个真的很久没有见了 对 然后呢 陈英哥你是不是又瘦了 应该没有 假客套 因为我之前其实廷浩 也有分析过营件 就一般人来讲 说真的我觉得要操作营件股 有点 要赌那个消息 说真的我觉得有点 不是那么容易 那资产股有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你资产你从来也不卖 你也不进行重估 但是它确实会涨 可是我觉得说 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就想要去赚 台湾接下来的这种所谓的 高息的环境 对不对 台币很强 然后 这个殖利率很好的这个环境 其实外资喜欢台股就是因为 台股的殖利率 在世界表现是一流的 你看每一股播客下 Google Facebook 从来没K过习 对不对 台北股市 平均殖利率 但是播客下有办那个 嘉年华很快的 那现在也可以 对不对 我比较喜欢领现金 对 所以基本上 因为现在很多的外资 它是主权基金 或者是Pension Fund 那他们其实希望有稳定的配型 确实 所以我倒觉得说 其实在未长期的一个氛围当中 我们对台股的看法并没有那么差 而且很多人当然说台股会上多少上 我觉得那个不是关键 我觉得是现阶段台股未来几年的 获利如果稳定 我们来参与它的配型 所以我这边 我对于保守型的投资人 我给一些些方向 那这里面就是我们有比较好 这个配息的ETF 当然高股息的部分 我个人从一直以来 我都没有那么支持 为什么 我先讲我没有那么支持 因为它是选未来可能稳定 未来可能会 有一种主动悬谱的 对 然后呢 它其实里面的股票 它并没有去 去特别去过滤 除了高值率率以外 其他我们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所以元大高股息 我坦白讲不好意思 这个我发给你好人卡 完蛋 对我发好人卡 你以后接不到元大的OK 这样你就错了 真的吗 下面还有个元大台湾高息地坡 我非常的支持 好 恭喜你的 业配又回来了 对 所以有时候要听完 对 不要给我突然截掉 就迟了 我们待会把后半部都截掉 实际上我觉得 如果高息低波这个东西更好 为什么 因为它把低波动的纳进来 别忘了 我要领取高股息的人 其实我当然希望 我的股价波动不要大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还有一个是FH 富时高息低波 是 这两个就概念差不多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对于在想要领席 但是稍微积极一点的投资人 你可以看一下富邦优质高息 还有国泰永续高股息 今年刚上架 对 那这两个跟刚才的高息低波 又有什么不同 高息低波 既然低波动 所以里面就比较有一些金融股 这些低波动的股票在里面 那如果是像永续或高值的话 它比较有点 我觉得有点像优化后的0050 因为它很喜欢0050 那跟0050有什么区别 可是0050的息 它并没有去管配息 高不高 可是我把 如果我今天把这个 这个前100大的股票 再把高息的找出来 这是不是优化过 所以简单来讲 如果0050是美女 那优质高息 是美女所生的女儿 那美女已经进入后半段 所以我们去把她的女儿 好这样子 好好好 一时接不起来 一时接不起来 可能你脑海中 已经出现那个美女的画面 可能我们两个想的美女 是同一个人 对 好 我的重点在于说 就是0050 大家都很喜欢 但是她在配息上 稍微少一点点 略厉一点 对 那我们把优质高息 这个视为是优质的0050的话 那也就是说 你在配息上 你可能会得到更好的一些回报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 大家对台股还是有信心 然后台币还是很强的话 但是你对于什么银件资产 这种你比较 不知道怎么去操作 其实我刚才讲的 这种高息的方向 对有保守一点积极一点 你也可以思考一下 这边我要帮网友再多问 陈英哥一个问题 我们很清楚这种高股息的ETF 通常都是定期定额 你也不用管什么时间了 基本上尽量定期定额 能够买就买 可是从今年的一个绩效来看 你看0056 那报酬率 有没有超过0% 都是一个问题 那你看00878 尤其今年刚上架 00878 是非常火红的ETF 对 到现在也是付报酬 我们在面临这种台股的一个多头行情上 我们所面对的高股息 你说如果今年 个股就是大盘都在跌 那没话说 对不对 但今年大盘是创了历史新高 对 我们遇到的00878 高股息居然是付报酬 对 那我们该怎么来面对 是这样的ETF 它不会反映大盘 我们就要死命存 还是说这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猫腻呢 好 我觉得说第一个0056 你拿我不喜欢的那个 那我们就直接删掉 就不讨论 好 那00878 因为今年刚上来 一开始大家有点疯强 所以其实有 说实在的出现溢价的状况 是 所以如果我们往前 刚才那个 我们想要找业配的那一家 对不对 实际上他们已经发行了一段时间 7113 对 说真的它的状态是比较稳定的 是 那因为操作这种高股息 我跟各位讲一个观念 它不是在低买高卖的思维 我举一个例子 可是大盘都涨了 它也不能跌 我举一个例子 我在2017年12月的时候 我去买了一个REIT 我去买了一个REIT 叫富邦R1 那时候我完全没有去思考大盘的位阶 我只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就是我觉得房地产在低档 然后它现在收租金收益 我觉得殖利率OK 我就买了 然后到上个礼拜 我的报酬率已经将近60%了 我本来是一年4%我就满足了 结果它既然把未来15年的都给我了 我就把它卖掉了 这过程当中 我完全没有去看盘 我没有去管大盘的位阶 所以我这里要讲的就是说 基本上 不论是我们所谓的高息低波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优质高息也好 我们的目标 其实是希望参与到未来长期它的 获利的收益的贡献 思维要拉的够长 对所以我觉得思维拉的够长 当然你这里面有个痛苦的 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思考 我们为什么没有钱 像我为什么没有钱 为什么挺好 它收益这么好 那就是因为 你刚不说你60几%吗 没有 都花掉了 就是因为 我们不懂得承受长期的寂寞 我们没有办法忍受长期的寂寞 对 巴菲特 愿意忍受长期的寂寞 所以假设今天我们是要做高息的投资的话 我觉得大家要去忍受一下长期的寂寞 什么寂寞 就是别人赚钱你在赔钱的寂寞 不是啊 这样好讲乖乖 不会啦 但是确实真的是这样 就是这种真的就是死报 这种真的就是死报 但是重点就是你刚才问我了嘛 那我是不是要逢低要去扣款 是 那我觉得这些标的长期是安全的 逢低扣款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嗯 其实陈云哥这个讲得非常明确 就是说 现在啊 其实不少的金融存股族啊 还是高股息的存股族啊 现在面临到今年 然后有史以来啊 我补充一下 刚才你讲的那个金融存股 是 但是因为很多人他是挑一支股票去存 有个股风险 对 那因为我们是毕竟是一个ETF 那不管如何啦 反正我这些存股值 绩效今年是不太好啦 尤其你面对的不是一个大盘不好 你绩效不太好 你面对的是一个大盘不错 你的绩效却不太好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 也只能使命的存 因为我们追求的是资本上的一个配息 而不是资本利的 这个要特别跟官朋友做一些解析和分析啊 好 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今天陈寅哥也针对 不管是美股大选前后的一个变化 来做一些安排和推荐 你干嘛拿我的牛啦 你一直摸一些很奇怪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不是啊 人家不是说从牛头牛背 摸到牛角 摸到牛的 好 我们就下一期 才会发大财 我们下一期来跟各位继续传造社会解惑 官朋友如果有任何的一个问题想法 欢迎可以在我们的金融运频道底下 按赞留言加分享 如果有任何的一个想法欢迎 陈寅哥也有粉丝专业啦 也可以加入陈寅哥的粉丝专业 看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问 直接针对陈寅哥来做一些解析 当然你有任何想要听的一个主题 也可以在我们影片底下留言 下一次我们请陈寅哥 专门为你传造社会解惑 感谢各位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